但是有綠營的議員痛批這些都是假 因為五大弊案公文通通要不到 不過柯文哲嗆部署說再試試看好了 效果很驚人 微庭取締件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6.62% 柯市長強調公開透明 但你知道嗎 台北市政府累積的加密文件高達了62萬份 議員之一柯文哲提倡的公開透明 都是假 五大弊案所有的關鍵資料全部調不到 開放是原則不開放才是例外 說將再檢討 不過柯文哲日前不滿違規停車數字 對部署說的這句話可是效果驚人 一個月打來電話233次說那個地方有違規停車 中華民國法律沒有尊嚴 再試試看好了 就怕市長再生氣 十大違庭地點二月份罰單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6.62% 尤其松山區的市民大道四段 取締一口氣增加了202.86% 其次是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還有內湖區鋼琴路 人氣有關係 大事有關係啊 柯文哲一怒 效果驚人 記者綜合不倒